哈喽哈喽,花瓶们好,我是花田 今天又是我们的猜猫猴系列 就先从尖叫开始下手吧 诶,难道是我那个粉色的小猪吗? 但是好像这个形状不大像呀 哦呦,原来是我的小黄鸭呀 好吧,那我猜小红猪好像也没有错很多呀 因为它们都是一个原理的东西 接下来是五彩的黑 这个提示语听起来就很神奇 为什么会有五彩的黑呢? 里面很薄很轻,有点像是卡纸类的东西 嗯,猜出来看看是什么? 诶,是两张像小翅膀一样的卡纸耶 好了,那我们来揭秘为什么它叫五彩的黑吧 原来当你用牙签在上面画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彩色的图案 嗯,接下来是晚安 里面捏起来软软的 而且好像是一个星形 晚安,难道是跟睡眠有关的? 诶,原来是一个少女心满满的迷你枕头呀 那我要请出我们的小公主 哇哦,躺上去刚刚好 啦啦啦,最后一个是补脑 这个提示语也是没谁了 敲起来很坚硬,而且摸起来是椭圆的 什么东西会补脑呢?是可以吃的吗? 哦,原来是一颗核桃啊 看花田徒手开核桃 哇,有核桃可以吃了 什么? 好吧,就算没有核桃可以吃 花田依旧要把自制盲盒的方法分享给你们 把家里废弃的购物袋剪出正方形 拿出双面胶把它固定出 这样一款可以反复使用的盲盒就完成了 谢谢看到这里的你 如果你喜欢花田 记得把花田分享给你的朋友哦 明年见啦